接着看到一名61岁的男子独自骑大型重击 前往花莲副里乡的六十淡山 没想到却在路途当中 机车陷入泥泞而受困 于是向警方求助 那么警方透过这个电话来联系 男子疑似是误闯到了封闭的产业道路 因此巡逻车根本无法抵达 于是警方是以徒步的方式寻找 在山区走了40分钟左右 才找到男子并顺利协助下山 六十十山风景秀丽远近殖民 但是在0918强震中道路受损严重 有不少产验道路因而封闭 虽然警方以及乡镇公所都有张贴告示 但是还是有民众不热络路况误闯 之前东里派出所远警就接获了 61岁的罗姓男子的求助 表示自己在六十十山迷了路 想掉头时机车头却陷入拟令中无法脱困 只能请警方协助 民众报案称其大型重型机车导卧于六十山下山产业道路 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将重达二至三百公斤的大型重型机车浮起 因本身来自于外地又无法得知 确切的收工位置加深本次救援的难度 东里派出所远警获报之后立即开着巡逻车上山找巡 并且透过电话与罗姓男子联系 历经了四十分钟翻山越岭 终于找到迷途并且受困的罗姓男子 也再次呼吁用路人 行机山区道路务必注意道路的标志 以免深陷危险路段 罗姓男子见到报案人向警方挥手失忆 才让警方放下心中大石远警跟一销合力 背景一般苦心顺利将大型的重型机车从一命中抬起 随后警车在前民众尾随在后 花贝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终于顺利下山 记者高中双护理箱采访报道